今天继续来秦岭北坡溜达 这块空地以前是个价值四五千万的别墅 现在恢复生态已经拆干净了 一点汁都没有 这次整治力度还是很强的 看到好几个这种拆完之后的空地 这个植物学上叫赤薄 但是老北京人管它叫赤包 以前老北京院里爱种这个 熟了之后呢 小孩摘下来捏着玩 越捏越软 但是你要捏破了 里边就会流出来黑色的种子 还弄一手汤 这一颗还没太熟啊 老舍的四世同堂里 有一个女汉奸就叫大赤包 平时爱穿大红衣服 但是呢黑心一肚子坏水 就是用赤包这种植物来比喻它 现在北京城里几乎没人养这个了 这有一个得了爆草温的蝗虫 中国的史书里多次记载 有些地区会出现蝗虫爆草而死的现象 这种蝗虫的传染病叫爆草温 是被黄氏虫梅之类的真菌感染而得的 现在在生物防治上有很大的应用空间 有一些研究 走山间小路了 看一下山里环境啊 胡桃豹叶鹅 它的幼虫是吃胡桃啊 核桃啊之类的叶片 这个种类很有意思 有的个体就是像这样非常漂亮 还有的个体呢 是几乎都是白色的 路边有一棵大柿子树 估计是以前山民种的 因为这旁边也是已经拆了 一看就是以前有人跟这住过 洗水的水面上有一个建蒙 它属于蒙春棵 蒙春就是这个东西都见过吧 经常有人读缅春或者敏春 但是读敏的时候是勤奋的意思 读缅是河南一个地名 缅池县 只有读猛的时候才指动物 是指一种蛙 鉴于这类昆虫确实形态跟蛙很像 四个大长腿往水面上一趴 所以我认为只有读猛春才是正确的 而且确实有些地方方言就管这个叫水猛子 全中国池塘里最常见的是这种 叫圆豚大水猛 北京话俗称它叫卖油卖酱的 还有的就是叫卖油狼 就是说它身上有一股酱油的香味 那个本质上是它放的臭叶 猛春嘛 春就是臭屁虫嘛 臭的解 但是正好猛春放的屁呢 在人类闻起来是香的 那么现在我就要闻一闻 这个建蒙放的屁是什么味的 你别看它跟我这玩飘 但是它腿特别长 所以很容易就能抓到 好 捏着四条大长腿 它终于老实了 这个建蒙啊 它专门在山剑溪流上生活 然后它的腹部特别短 几乎就像没有后半身一样 啊放开我 好 我要闻了啊 不但我闻 还要让旁边的新浪的老师 一起闻一闻 刚才闻了闻 有一股这个花香 有点像百合 有点像茉莉 而且还是那种 花粉味比较重的那种 这个竟然是花香 就是花店那种百合 你使劲一闻 特别喷香 还吸进了一点花粉 有点呛就那味 行了 过完饮了 走吧 哎呀 路上有一个很漂亮的花金龟 给踩瘪了啊 踩瘪了就不太好办了 只能将就看了 这个中胸腹突呢 似乎是短宽的 后足集结相互远离 所以就是阔花金龟鼠 或者伪阔花金龟鼠的 感觉是有点像日同伪阔花金龟 以前这个种叫日同罗花金龟 哎呀 这个踩瘪了实在是没法认 再见 到了一个庙 叫福阳庙 庙门口有一个非常古老的这个青坛树 这个就是青坛的果还挺有特点的 这就是福阳庙了啊 元朝的大殿 不错啊 斗拱硕大 粗延深远 殿前有一个明朝的石碑 看上面落了一个什么 怀宇周鹅 拟太能力非常高超啊 完全就是一小段朽木 为了避免有人不信 我碰它一下 柱子上这鹅子也挺好看 雪苔鹅鼠的 雪苔鹅全是这种配色 白点几条红道 然后点几个黑点 所以我就不鉴定了 可能是草雪苔鹅 这个广斧堂飞到我同伴身上了 我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呢 看见螳螂飞过来 不是说哎呀真漂亮 或者是真威武 都是问肚子里有铁线虫吗 不用害怕啊 少部分螳螂才有铁线虫寄生 只是说你在水边 比如说溪流边上 排水沟边上发现的螳螂 它有铁线虫的几率高一点 因为铁线虫会控制螳螂 往水边走嘛 如果在这些地方 发现了螳螂的成虫 就是长翅膀的 那你想验证 它有没有铁线虫 非常简单 就是抓住它 然后把它的这个腹部末端啊 就是屁股尖 给它按到水里边去 它肚子里要是有铁线虫 马上就会钻出来 也就那么十几秒的功夫 上回我们就试过一回 那铁线虫嘖嘖嘖就出来了 但是没事啊 大部分都没有 螳螂还是很可爱的昆虫的 好回到西安了 来碗葫芦头泡馍 明天继续逛秦岭